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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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所以如果你经常要拉五个以上的成员 我建议你买MPV 至今您说的极力佳季和广汽传奇的GS5 都是国产的中号的MPV 它顶上还有更小的 但是我觉得不推荐 你像咱们上海大众的图案 还有原来的普利玛 那个两座只能做孩子 太小 类似的车型 本田的杰德 还有丰田的益智 都是日渐时威的车型 自作品牌里边这种车 出来的比较早 卖的比较火的是宋MAX 你说的这个价格 你的两个竞争产品和宋MAX的顶配价格就差的不多了 但是三选一 我建议你要图实惠 就买宋MAX的高配的车型 入门级自动挡的G50和加基也相比 我倾向于加基 因为1.8T的动力更好 而且极力车有后发优势 它的款式比较细 希望我的回答能帮到你 好 今天的老胡问答时间就到这结束了 如果大家还有什么跟汽车相关的问题想问老胡 可以关注我们公众号胡侃汽车 点击并留下您的问题 老胡会在下一期节目中为大家做一个解答 请大家继续关注我们吧